是的 好的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颁发的这个奖项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身为一个电视从业人员 一生当中有两个奖是很特别的 第一个叫做最佳新人奖 另外一个叫做终身贡献奖 这两个奖项一辈子 你都只能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拿得到 没有错 不过蛮可惜 去年戏剧的最佳新人奖是从串 从串 希望 这个还重提一次吧 没有没有 只是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后面还会再讲一遍 了解了解 去年新人最多结果没有 但是呢 有一些人一生当中都拿不了一座 终身贡献奖 没错 骞哥我觉得 你要赶快拿一座 你早上还挂急诊 我怕你来不及 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早上要彩排的时候 献哥是缺席的 因为献哥真的送急诊 当下号角强起呢 后来非常的开心 开心你后来归队 没事了 对对对 但是讲真心话 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人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也利用这几年的时间 看能不能赶快拿到一座 好 是是是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年 我们获得这终身贡献奖有两位 是 那么我想在艺能界啊 他们的资历啊 都比金钟奖来得久了 他们努力了半个世纪 到现在呢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大家服务 这样的精神令人感佩 是 那么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们两位得奖者的VCR 庞宜安 是台湾电视剧第一位女导播 从节目制作到戏剧监制 她永不停歇地热情创作 诞生了79部的优质电视剧 即使现在已经年近八十 但秉持着对戏剧的热爱 庞导播告诉自己 她的电视人生永不落幕 会一直走下去 梅芳 本名廖春梅 28岁进入演艺圈 从影超过52年 现年八十岁的梅芳阿姨 演出超过上千集的电视剧 并多次获得金钟奖的肯定 梅芳阿姨将其一生奉献于影视圈 借由一步步的戏剧演绎 将台湾妇女坚毅的形象 深刻烙印在大家的心中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要 欢迎颁奖人文化部部长 郑部长以及终身贡献奖得奖人 庞怡安导播 有请 欢迎他们两位 老伯好 这是我的老导播了 我跟他一起工作过很多年 我们还一起到马来西亚 我是很少的 很少看过他穿泳装的其中一个人 哇 厉害厉害 导播没变耶 一样漂亮 是 感谢你们三位这么美的介绍 我有一个请求 因为你刚刚讲过 这一辈子才能拿这一个奖 对不对 是我用很多年的岁月换来这个机会 那我刚才看了很多人 这匆匆忙忙地被一个音乐 急着跑下台了 这个奖项不会 不会吗 不会 哦 那太好了 对时间 我们部长说时间都留给你 没错 谢谢 我 我也其实有心理准备 我为了 很匆忙地把这个 这个感想词讲完 我预备了奖项 哦 所以请大家绝对 绝对容忍我的这个报告 不会太冗长 不要客气 我们很开心 只有一张 谢谢你们 有请 谢谢 谢谢郑部长 给我的鼓励啊 那我也谢谢 评审 各位对我的赏识 跟敬重 我还要谢谢 光汽车的丁神父 他也来了 啊 还要谢谢这个 秦之庸的林玉清先生 跟我 我觉得最杰出的制作人 陈慧玲他也来了吧 啊 因为你们三位对我的推荐 那所以我才能得到这部 这个尊贵的终身贡献奖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啊 掌声太少了耶 疯狂热情掌声 再鼓励一下啊 谢谢 我今天非常感动 因为58年的职场岁月 让我人生没有留白 我第一个职场是十年 我有幸在光汽车 接受严格的训练 让我当了一个 导播的梦想实现了 感谢我的老师 布神父 文伦神父 还有包神父 因为这些老师的教导 没有他们的教导 没有光汽车 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谢谢光汽车 我的第二个职场是台式 哦 台式太可爱了 他让我工作了三十年 没有赶我走 我在台式这些年当中 我也意识到电视的重要性 我觉得电视是深入家庭 所以节目内容必须具备正当性 与教育性 才不会发生负面不良的影响 我期待我们所有幕后 目前的工作者 设计节目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感谢台式三十年 对我的照顾与教导 同时呢 在台式我也学习到 如何做一个全方位的制作人 那我觉得做一个全方位的制作人 是必须的 那他有具备什么条件呢 在我心里有个秘密 大家可以事后来问我 第三个职场 我就要谢谢慈记大爷电视台 因为我感恩所有的电视 慈记的师兄师姐们 他们无私地提供了 他们真实人生的故事 让我能在十八年的岁月中 制播了七十九部连续剧 现在第七十九部连续剧 叫做《阿宽》正在上演 请各位观赏指教 同时我也感恩大爷电视台 以十八年来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 以及制作人 还有制作团队 最后呢 我要分享一个 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故事就是有三句话 那十年前啊 我买了一顶帽子 那在我们帽子上面写的三句话 完全是我人生的写照 那三句话是什么呢 我现在说给大家听 第一句是 Do what you like Like what you do 第三句话是 Life is good 那 这就是说 我劝各位青年朋友 要选择职业或者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做你喜欢做的事 然后要喜欢你所做的事 所以结论就是人生是美好的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彭导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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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导播认识三十几年了 谢谢导播 恭喜导播 是 继续做了非常多的节目 谢谢你 是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庚导播 也谢谢我们郑部长 谢谢他们 要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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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